史莱克七怪重返海神岛时为何带上了白晨香 原来他也有希望突破成为封号斗罗 按照原著来说在嘉陵关守战结束后 唐三会独自前往星斗大森林获取婚还 而其余六怪则是在汉海城的海边等他会合 但当他们启程前往海神岛后 却没有看到白晨香的棕林 要知道当初七怪去历练时是带着白晨香的 虽然说他得到的海神奖励不多 可起码也升了好几级达到了魂帝层次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 白晨香和马红俊的感情得到了声位 就差回到大陆后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 只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 等他们回来之后两大帝国已经开战 唐三等人必须守护自己的家园对抗五魂帝国 直到这个阶段 白晨香才可以说完全融入到了队伍当中 原来是史莱克七怪 但有了白晨香之后就变成了史莱克八怪 这句话可是戴木白当众亲口说的 再加上他又是唐三的表妹 这样一来重返海神岛就更应该带上白晨香了 可原著中却是直接将他抛弃 因此许多人都在为其名不平 更有人说六怪和白晨香只是表面朋友 压根没有把他当自己人 但从最新的剧情来看 六怪已经带着白晨香一起来到了海边 只差唐三感到就可以动身前往海神岛了 不得不说动漫这波改编可谓是相当的好 既照顾了白晨香的感受 也显得七怪很有人情味 并不会因为实力的原因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前去 白晨香更是有望日后成为封号斗罗 因为根据原著来讲 唐三回到海神岛继承神位后 其余六怪也都获得了海神额外的恩赐 也正因此全员突破到了封号斗罗的层次 之前因为没有带上白晨香 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碌碌无为 但现在看来他以后也很有希望能成为封号斗罗 毕竟是马红俊的官配情侣照顾一下自然也是应该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